大家晚安 这几天全台各地的天气 可以说是都还蛮不错的 阳光露脸之外 那么在温度表现上面 也感受蛮舒服的 不过住在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今天一早起来 会觉得好像变冷了一点点 没有错 因为主要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关系 今天在清晨的温度 比较偏低一点点 来看到在台南以北地区 还有宜兰 大概低温只有15到17度 而其他地区大概是18 19度 不过随着白天之后 这天气逐渐回暖 在白天的高温 我们看到在东部跟北部地区 可以来到18到22度 而中南部地区甚至是更温暖 来到24到26 不过带大家看到 今天清晨平地最低温 出现在哪些地区呢 今天还是受到辐射冷却影响 包含了云林的虎尾 今天来到最低温是12.1度 而其他地区包含了在台南 以及苗栗 包含比较指标性的像是苗栗 这个还是比较空旷地区的关系 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 因此今天在苗栗还有南头的竹山 在中户地区 都出现了13甚至13度 以下这样子的温度 而一直到礼拜三之前 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形态 属于比较干冷 白天虽然温度各地都还是可以来到 大概有20度左右 但是入夜跟清晨的温度 还是比较偏低的 甚至是可以来到12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 这个日夜温差 不管是在中南部或是北部地区 都有可能来到10度 甚至是10度以上 感受差距蛮大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被白天的阳光给骗了 在入夜跟清晨 还是要记得多穿一件比较厚的衣物 甚至是外道还是要穿起来 才不会着凉感冒了 尤其是心血管疾病的长辈们 要特别来注意 那么另外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降雨的情形 那么这几天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干冷的天气形态 虽然说比较冷 但是好消息是大家出游 比较不会下雨 那么如果说要下雨的话 我们看到只有迎风面的东半部 有一些些零星的水气进来 而且到了明天白天 这水气更少了 那么其实如果说你有户外规游 出游规划的朋友 在礼拜三之前 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因为到了礼拜四 又有另外的一波冷空气要报到 这冷空气会带了 比较多一点点的水气 因此到时候在北部地区 跟东半部会容易下雨的 那么帮大家来快速整理一下 这个空气品质的部分 说到空气 虽然说中南部的天气 是还蛮不错的 但是要注意 因为冬天还是吹的 主要是东北风 那么东北风我们看到 在这个迎风面的东半部 虽然是空气都不错 但是由于东北风吹拂下来 到了中南部地区 是比较扩散条件比较不好的 风吹不下来的原因 再加上刚刚有说到了 这几天因为冷空气的难下 也因此会把一些 中国大陆的境外污染物 给带了进来 特别是住在高平地区的观众朋友 在明天礼拜一上班上课日 要注意 是出现了红色的景氏洪海 所以到高平地区的观众朋友 明天如果出门 或者是在户外的话 建议您还是戴个口罩 感受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 而另外其实在云家南空禀区 也是亮起了橘色提醒 今天敏感族群 依旧是要戴口罩了 那么另外帮大家 整理一下 这个礼拜的天气概况了 这波冷空气 我们看到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三 那么刚刚又讲到 最低温室 北部地区可以来到12度 要注意的就是日夜温差 可以达到10度左右 各地都一样 特别是中南部的感受 会更加的明显 所以大家要小心 一整天的天气变化了 而在这个礼拜最冷的时间点 就会落在礼拜四到礼拜五清晨 这段时间 会有另外一波冷空气报道 而这个冷空气的等级 是来到大陆冷气团 甚至是有可能直逼寒流等级 那么它到底会不会是 这个温度可以来到了 像寒流这样子的低温 还要再观察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我们在北部地区的低温 有机会碳到9度 也因此提醒大家 在礼拜四到礼拜五清晨 这个时间点是这个礼拜 最冷的时候 因此大家要注意 这个衣物的穿着 要适时的调整 而在礼拜四这段时间 北部东半部地区 也是比较容易下雨的 因为这个冷空气 会带一点水气进来 要特别注意 而好消息是 到了周末开始 天气会主便转好 这个冷空气逐渐减弱 北部地区的高温 又会升回20度左右 那么依旧要注意的是 日夜的温差会比较大 紧接着提供 详细的各度温度预设给您 北部地区明天是好天气 降雨几率都是比较偏少的 高温表现大概是20到23度 而继续往中部走 同样好天气 而高温稍微温暖一点点 可以来到25度 南部地区更温暖 老高温来到23到27度 而东半部地区看到 会有一些些局部零星的降雨 不过不多 大致上都还算是好天气 而外岛地区的观众朋友 提醒您这几天 外岛野海的风浪会比较大 海上作业要特别注意了 最后气象小滴宁 再次提醒住在 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不要被白天的阳光给骗了 日夜温差比较大 早晚还是偏冷的 另外在沿海空旷地区 如果海上作业要特别留意 可能会出现8到9级的强震风 而且浪也会比较大 而以上就是这节的中式气象 广告回来 请持续锁定中式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